大家好 我是小林 锁定小林财经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今天早上看到两个关于中国人养老的新闻 我真的被吓尿了 我被震惊了 臭无药脸的中国政府 没有这样忽悠的 见过忽悠的 没见过这么忽悠这么耍流氓的 真的臭无药脸 关于中国人养老我们要重视 看我频道的很多就是30岁 左左右右30 大一点的40左右 小一点的20多 是吧 真的 我们都有一天我们需要养老服 这个社保越来越贵 每个月都在涨价 交了就算了 交了还不一定拿得回来 拿得回来 你还不一定有可靠的健康的养老服务 就这个德性 你看他出台的政策像不像有诚意 因为他都是许诺你的几十年之后 你能获取的服务 就是你看一个人的德性 他就有没有这个信用值 他可不可靠 你相信几十年之后他给你兑现这玩意儿 是吧 真的不移民行吗 不移民到一个可靠 有法治 安全 有诚信的 这么几十年 你看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很多发达国家 他就是几十年几百年的承诺给你兑现 人家可可靠 中国我们还是看新闻 我们根据新闻 你就知道 真的是臭不要脸 真的是太忽悠了 而且太耍流氓 两个新闻 第一个市民政局北京市会同财政屯市委三部门联合出台 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 要实施到6月1号开始 这个纯忽悠的玩意儿 我们看他干什么都恶心人 根据方案满十八周岁 你热心公益事业 身心还要健康 你不健康还不给你做了 常住居民 本市 你没满十八周岁也可以 在监护人带领一下 两个一起来 一个中学生跟家长带的一起来服务 服务现在的在公办 养老机构的其实就老干部 老干部找志愿者服务他 服务 然后你可以获得什么 获得狗玩意儿 他给你一个 你服务一个小时 他说他给你一个时间币 哇 真的是 哎呦中文怎么就这么好呼噜 什么好骗呢 我这也是对了 给你一个时间币 你可以存入个人账户 时间币在全市范围内通存通对 现在就是他不够护工嘛 中国人不够护工用嘛 呼揉你慢慢开始啊 志愿者 那你可以自己存下来用啊 你可以赠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直系亲属 让亲人享受福 自己存得够够够够 还要还要赠送啊 你可以 你心好大 但是我们来看啊 你需要做的是什么 情感危机啊 协助服务出行陪伴 文体活动啊 培训讲座等等啊 一系列的就配合所有的 这种公办养老机构社区服务的 做的涉嫌 指导防范金融网络安全风险等等啊 为了保证服务的真实有效性 志愿者要通过一个网络平台啊 要管好你 不然给你给你出差错 你随便刷你的分啊 这公分啊 你要每次要迁到 要迁出记录服务时长 你还凭一个优秀新级志愿者 这主要他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将来 你想享受公办 实际上就现在公办肉额园一样 大家如果连连连稍大 在墙内也知道就是墙内现在公办肉额园 那是几破头 又便宜又好了 那都是什么机关肉额园 那就公办 其实就是一种资源的不平均啊 不均衡或者说不平等的分配 然后这公办养老机构是有的啊 比如说那些老干部啊 什么老干所干修所这些东西在国内都是有的啊 但一般人都享受不到什么军修所啊 老干部俱乐部啊 老干部中心啊 老干部老人大学 这些一般人他不知道啥东西 一个千万级别的城市里面能真正享受这些什么干修所啊 什么老年大学啊 能够享受这种服务的人非常少 基本上是直属机关啊 的退休人员 现在主要是我估计他护工不够用 想用这种志愿者的方式让你去当志愿者 志愿者呢 你兑换你的时间币 要这里干嘛呢 如果你凑够一万个时间币 那你将来就可以享受这个老干部的那种公办养老机构的服务 你还要给钱 只是你有能够进门槛 你给钱可以享受啊 当然这价格是比较便宜的啊 相当于是国内的总叫做公办业务员嘛 公办业务员一个月很多就是几百块 而且还特别好啊 就是什么机关业务员啊 挤破头要进去 而这个一万个时间币 我算了一下 因为你要上班嘛 你要上学嘛 你哪怕就是跟监护员一起就做 你要上学呢 啊好嘞 我每 基本上一至五里 九九六里 你得上完班 筋疲力尽 如果你还有小孩里 而且还照顾小孩里 根本没有时间 OK 我哪怕让你周末抽点时间 你一到周末也不休息 也不玩 也有时候玩完 或者说也不用去看病 自己有时候也要看病 也不用剪头发 也不用剪头发 也不用 我让你周末两天都做 每天做两个小时 那就一周四个小时 对不对 我还没算通勤的 因为你比如你要做这两个小时的一个自愿服务 自愿服务也要通勤的好吗 也要上下班 你要坐车开车 如果你开车要游飞坐车 所以这以前好歹我接触过很多自愿服务 它也有点补贴 在国内纯自愿服务的不多 除非那个自愿服务很简单 基本上起码路费是会补贴的 就是路费补贴回来 但现在都给你一点时间币 就这么虚的玩意儿给你个公分 现在让你去服务 他也要省钱 是吧 这真臭不要脸 所以就是将来你就有一万个 你每周做四个小时 我算过了 一年五十二周 一年你就存个两百个小时 要存一万个小时要多久 一年两百个小时 一万个小时要五十年 你就是不眠不休 五十年 你要持续的做每个星期你都不休息 无偿的加班 加班几十年 你弄下哪个 有没有命 不知道 看不看网友怎么说 真的是网友吐槽 九九六劳动完了 再给他做自愿服务 没到岁数 就直接减轻国家养老负担了 不用领他退休金了 真的 你又保证你健康 你押的将来能领他共产党的退休金 那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自己吃喝要住夜 不要是不是少点粗就吃 真的 你要真的 你起码要活个八十岁 你八九十岁 你才能 也就是你要比中国的平均年龄 这平均年龄已经是被老干部拉高的 基本上老干部个个九十多一百 普通人那还真达不到七十多 我告诉你 这普通人六十多还在中国 基本上你就领不到他多少养老金 你而且你要活到八十多 基本上你能够赚回来 基本上你能赚回来 把你存进去的这社保 中国人现在说要六十五 也就现在三四十岁 这一查这一批 你基本上要存个一百多万 我算过了 每个月还在涨 一直涨 涨到你六十 你交几十年 你自己算吧 以后估计是三四千 四五千块 五六千块一个月 你自己算 没有一百多万 你存进去 你就拿不到他退休金 你要领回这一百多万够呛 够呛 本来社保已经是个大坑 今天我在看到这玩意 我觉得又是个大坑 因为到时候你没命 广化真的 或者说你又再需要去额外的自愿服务 去存这个公分 存完这公分 你才能够享受恰当的自愿服务 因为以后年轻人都特别少 以后你很难找到护工来到照顾里 所以这玩意 他为什么这么恶心推出 这么玩意呢 就是你还真不好找护工以后 现在已经这么难找了 以后中国的老龄化结构 再过个二十年之后 你要找护工 找一个有良心有知智有有质量的护工 真特别难 我告诉你真特别难 我现在在日本看到日本养老服务非常好 我一对比 我就知道中国这坑有多大 因为人最后 如果你医疗条件达标的情况下 你是需要介护服务的 基本上因为人 你只要不会太找死的话 你能活到八十多 像日本的话一百岁很正常 那你最后那段时间 推轮椅那段时间 有个十年左右 那你是需要人照顾的 你能收钱吗 像中国很多老人家 能收到退休金 子女都很乐意的 因为基本上你活的 活的有一定每个月有最起码有四五千块 老人家自己花不完 在家里面每个月领钱存起来以后 就是为了那孩子都能多少钱 真的 就是对孩子也好 反正自己也活得长 中国很多老人家是这样的 你要服务 要有人照顾 现在都有小孩子 现在的这些独生子女 以后你哪里有孩子照顾你 没有 你就确实你又需要 如果能进入这种公办的养老机构 是比较好的 但是他妈的 要存的一万个币 你还想捐赠给其他人 不可能自己都要五十年的存的满 如果你高强度的去干 那够强 够强 就这个情况下 他还断了你的后路 今天看到还有一个新闻 特别恶心 他把你自救的这个路断掉了 刚才那个路就是一个养老服务 你想自救你自己存商业保险 他还不让 你看 这规范发展第三支柱 就是现在说什么养老了 专业的养老公司 养老保险公司 就是现在的保险公司 迎来强监管 强监管 他把你后路都断了 你就要全部进入体制 体制你要被他剥削 你要转公分 他会逼你进去 而你不以为 这个这么傻逼的 玩一万个时间币 我才不去 他可以逼你去 他把你其他后路全断 共产党就这么恶心 他就这么有办法 他把你其他的路全断了 最后他就必须断掉闭关锁国 不然你就要逃出去了 他断了 里面就是商业保险这条路 他给你断掉 要明确 他说什么呢 需要注意通知 要突出养老主要明确 养老保险机构 不可为的业务 中国金银报记者注意到了 已经有养老保险公司开始 就是现在的保险公司 做养老的这一块 旗下的个人养老产品 采取了关闭续期 终止清算等措施 以此落实监管要求 要有所不为 就是要正本清源 要说你们有风险 你们很多养老保险 这些有风险不合规范 所以现在呢 对于我们要清理押减养老 特点不明显 他说理不明显不明显 其实就是他现在 共产党要搞的这一套 他要把市场上跟他有 我早说过了 其实我很早说过 市场上跟他有 如果存在竞争关系的 这些商业保险 他会把他们清理掉的 不然怎么逼你进社保这个坑 不然怎么逼你进什么 以后他要搞一个像第三支柱 逼你进这个坑 对吧 要终止和剥离和养老无关的 压降清理现有的 短期个人养老保障业务 在2022年底之前 就今年要依法合规完成终止经营 你们这些民营的终止经营 要剥离相关业务 持续压减现有的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2022年6月30号之前 要停止相关产品的新增客户 原则上于2023年年底完成存量业务的清理 记者查询发现 现在很多互联网产品是挺好的 1000元起购 单比最多不能超过20万 买入之后封闭30千 就是1000元起购 现在以前很多淘宝 所以为什么要把淘宝灭了 淘宝支付宝很多产品跟他竞争 他要把你灭掉 光大银行团队研究 现在商业养老规模 就要到1.2万亿 现在要清理的部分 比重可能还达到87%到92%之间 也大部分都不合规 大部分都属于要清理掉的部分 他也说得很明白 清理这一部分 是为了发展第三支柱 就是什么个人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 做电机 为后续保险公司 要再参与进去第三支柱市场奠定的基础 其实就是你们自己民间搞 他还不要 我还要找个理由清理掉你们 你们不能自救 你们全部要进碗里来 进我共产党的碗里来 进体制里面来 体制里面我在想办法剥削里面 所以中国人不移民行吗 不跑路行吗 太可怕了 就这么个鬼调国家 臭无要联 恶心 就这玩意儿 你不跑路行吗 你也不要跟他争 闹革命 你闹不过来 找一个发达的可靠的在国际上 在历史上有诚信 有对付的诚信的美国 美国 日本可靠的历史上都有呈现产品 在国际上日本制造就比较好 欧洲一线发达国家 或者说基本上历史上 它的人品比较好的国家 欧美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你跑了非洲也没不了用 也是个坑 所以就这样 真的 中国人想好后路 真的不跑路行吗 不行 真不行 行吧 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一下分享 拜拜